Tao Lucy的长裙性气质在窗户上柔和 最近Tao Lucy的芭蕾舞长裙具有柔和的气质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她的眼睛温柔而优雅 她可以很好地展现出魅力 她经常穿着长裙或高跟鞋在舞台上跳舞 显示女性的柔和气质 此外Tao Lucy擅长芭蕾舞 因此她的舞蹈也具有独特的魅力 赵卢西说 我喜欢跳芭蕾舞 因为她可以尽可能地展示我的才华 赵卢西在大师中扮演一个年轻而有前途的女孩叶樱花 她以美丽的舞蹈姿势和出色的表演技巧 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角色 除了出色的表演外 赵卢西还对音乐非常感兴趣 无论是轻巧而活泼的小音调 还是长长而舒缓的中国风格音乐 她都可以轻松地控制她 正如她所说 只要您想尝试新事物 您一定会找到一种适合您的风格 她充满了优雅而有庄重的姑娘气质 她揭示了举起手和脚之间的高尚优雅 让人想起意大利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尽管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 但她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特风格 并且从未改变过对艺术的追求 舞蹈和表演视照 卢西最擅长的两个领域 无论是古典芭蕾舞还是现代舞蹈剧 她都可以轻松地以出色的技巧来控制 并在观众眼中成为公认的美容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许多人喜欢这位美丽而优雅的女演员 希望通过她的作品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她的舞蹈风格优雅而柔软 尤其是在芭蕾舞团 表现出优雅而精致的气质 她还有一双清晰明亮的眼睛 使人们令人心碎 这使她看起来更甜美 愉快 尽管她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骄傲的外表和弱点的女孩 但她和Lucy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耐心和毅力的女孩 每当她遇到困难时 她都会坚持寻找解决方法并永不放弃的方法 这种艰难的精神也使她受到了很多赞美 并赢得了许多粉丝的爱 Dao Lucy于2004年出生于狮子省的Chaniao 她从小就喜欢表演 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学习了舞蹈和唱歌才能 2008年 她参加了快乐的男孩比赛 并成功进入了50名全国决赛 后来,她正式成为一首歌Come for You的演员 Dao Lucy的著名道路非常顺畅 很快,她赢得了许多粉丝的热爱 并受到许多知名导演的青睐 她曾出现在许多电影和电视剧中 杰作室、电视连续剧、宫殿、电影刘烟传记、小美人鱼等 Dao Lucy是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演员 她还期待着她 她努力提高表演水平 并使观众看到更好的性能效果 但是,她一直坚持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继续改善,并最终成功 这种表演职业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Dao Lucy 这是一位与演艺事业相关的女演员 演员职业生涯中的几个片段 一、电视连续剧、童话之间的传奇 使照、卢西、Dao Lucy 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 也让她迎来她的第一个屏幕角色 C113 People 二、Dao Lucy曾播放过几部电影和电视作品 但其中大多数都在支持角色或嘉宾演出 直到2017年的荣耀与尊严 她才真正担任主角 而且表现很好 三、在中国队长中 有一部特别精彩的戏剧 通过对Aao Lucy的解释 观众再次赞赏战狼的精神 四、Dao Lucy在电影中取得了一些成就 例如拍摄电视连续剧Peerless Double Pride 由Conder Heroes和其他作品主演 她的处子秀是小女孩花 但由于表演技巧和一些错误 而被观众拒之门外 后来她开始在电视剧领域取得成功 青春 后来她参与了电影界 并出演了许多电影和电视作品 例如《月球森林》 《爱月之城》和《逆雪冰城》 但是 这些成功并没有阻止赵卢西 而是继续挑战自己 不断提高她的表现水平 并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作为演员 赵卢西不仅被自己的力量所认可 而且还为他人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以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表演能力 尽管娱乐业中有许多成功的女演员和演员 但赵卢西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她以出色的表演技巧和美丽的外表 成为了受欢迎的明星 这也使她有更多的机会来执行更好的作品 您认为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领域积极讨论什么? 杨阳已确定在即将上映的凡人修仙电影中饰演韩力 传真版的拍摄即将开始 网络上一直盛传杨阳和杨超越 将主演真人版电视剧《凡间修仙传》 这一消息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兴趣和期待 据悉,杨阳有望饰演男主韩力 而杨超越则有可能饰演女主男公婉儿 在研究了这个热门话题之后 我写了以下文章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 这部受人喜爱的奇幻小说 最初的电视改编版是如何被接受的 《凡人修仙传》 在动漫爱好者中拥有大量的追随者 并被改编成游戏、漫画、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 电视剧版即将播出后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充斥着 关于杨阳和杨超越演技的讨论 以及观众的追剧热度 杨阳在剧中饰演天赋异禀 但没有修真者能力的凡人韩力 尽管如此 通过她的坚韧和阻止多谋 她积累了相当大的力量 鉴于杨阳广泛的演艺生涯 很明显她拥有将这个角色 真实地演艺出来所必须的才能和技巧 杨超越将饰演主角男公婉儿 让她有机会一展演技 由于之前担任过偶像选手 她的演技经常遭到质疑 尽管如此 她在选秀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投入和付出 让她相信 只要努力 她一定能够让男公婉儿活起来 除了杨阳超越的精彩表演 这部电视剧还有许多其他吸引观众的元素 制作团队承诺将现代科技与古老的修宪方法相结合 以吸引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此外 他们力求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同时 展现该剧的独特魅力 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凡人修真的奇幻世界中 凡间修仙传 真人版即将上映 备受期待 小说已经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改编版有望吸引广大观众 主演杨阳和杨超越 将为他们的角色注入活力 并提供引人入胜的观影体验 这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奇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昇测 具 tema